阿里山午后雨时不小 检修人员沿着铁轨查看 山壁边坡大面积崩塌 大量土石滚到临铁轨道上 不时要擦掉镜头上的水汽 穿越倒塌的树叶从前方更惨烈 大量碎石落叶还有山壁冲泄而下的 湍急水流已经形成一条石沟 覆盖到铁轨上 徒步涉水都有些困难 阿里山林铁过去遭受莫拉克台风摧毁 历经十五年重建之路 七月六号才刚全线通车 结果不到一个月又遇上墙台凯米 虽然隧道跟轨道挺过考验 但边坡崩落约一百公尺的竹子 横跃轨道 还有近百公顿的土石崩落 需要清运 预计停驶到八月底 已经订票的旅客可在乘车日一年内全额退票 只是领铁全新打造的观光列车福森号 原本七月二十八周日要上路 如今八月份烫刺全数取消 铁道迷们得再等等 最快九月才能起航 TVBS新闻即将欢 只要一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